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综合指数成分股 跌比升 少一点 242是跌 236是升 升多个跌 这是我的估计正确 昨晚我给大家的分析 恒生指数跌穿了之前的一个重要支持位 下个看多少呢? 我用了一个分析方法 就是把之前两个低位 拉到下降轨来 告诉大家 下降轨就差不多了 又会有反弹再算 果然就是正确的说法 好了 接着我们看恒生指数期货小时图 这个恒生指数期货小时图 这个恒生指数期货小时图 今早一开始的时候 是回市一下插出来 谁知道立即打回数 成为一个随头 利好转型形态 然后市货现在叫做偏稳 你说是否爆炸 然后再升上就不见 这只是偏稳 反复向淡的走势 只是开市 期货之后开市大概是45分钟出现 这样就已经结束了 很快结束了 接着我们看 就 试不试试到这个保里加通道中逐阻力呢? 今天也不是没有机会的 如果下午就 发力一点点 周末前那些淡友 评构枪计数 也有机会到这些位附近的 不敢说肯定 为什么我说有机会呢? 你看看 RSI STC MACD 全部都算好了 现在指标可以说是全部利好的 对不起 保里加通道还没得 4号一旦 已经是向好的 加上这个SAR极点高位 即是这里 我试试 SAR极点高位 阻力被破坏了 在24725 就升破了 这个阻力位 即是之后的时段收市位 就出现 高过24725的 时段收市位 比如这个 跟随一个 你就看到了 刚才24725 这个收市位是24750 是0 那就是高 那就是说 SAR极点高位 阻力被破坏了 事况后市 应该可以先看 接下来 我们看这个 国子期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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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行更漂亮 直行是在 保里加通道中族的位 SAR极点高位 也升破 未破的 保里加通道中族 希望国际股 大力的蓝筹股 变得更好 其他指标也都全部离好的 回来 回来 我刚才说的恒生指数 你说什么下降 鬼影没有收你 我不是你WhatsApp会员 我收不到你的提示 那怎么办 我现在就给你看回 日线图 恒生指数 日线图 先关掉这个 那我们呢 我昨晚的意思就是说 其实就算不是WhatsApp会员 在我的Facebook群组 Familang Frank Club 我这个分析也有写在这里 Twitter也有 我跌穿了一个 重要支持位置之后 我就在这个低位 拉到这个低位 是不是 是不是 试一下这个低位 就是刚刚 邓老师 是不是 OK 那我们说科技指数 陰阳烛小时图 比国企股更漂亮 因为穿了保利家通道中族 所以五个指标 全部离好 短期形势向好 下降的目标 应该是 保利家通道顶部阻力 到了顶部阻力 应该会有点阻力 有点阻力 应该会有点阻力 在那个通道顶部 会不会转为上 而拖着指数上 到时就希望 到时应不下希望 应该国企股也会破了 保利家通道中族阻力 蓝筹股就会被拖好 有没有机会 过去几天的跌势 已经是那段落 我觉得机会是大的 不过 始终这是一个反弹 来看看 接下来 稍后我要讲的股票 是 记不记得哪颗 3319 雅生活服务 人间先详细讲 现在这个时候 我们看看 现货主板市场 非省户主动 买股比率 在半日临收市前 55-45 叫做配合回升的势头 高于平均的 53-47 落得第21个交易日资金 趁主动买入 40亿 值得留意吗 刚刚好 5%多些 都值得留意 希望这条巴掌 收市前 沖上去 最好是过这条巴掌 接近也好 再看 33个行业类别 33个行业类别 现在资金淨主动买入 最多头3位 12亿多远景服务业 6亿 医疗保健业 4亿7500万 酒店餐饮及休闲业 最突出 这3个行业 不过主动买入 股比率都是 50多比40 60比40 可以特别留意 这些是酒店餐饮及休闲业 比较好 接着 33个行业内 所属股票的 升跌的情况 表现最好 3位 家庭及个人 护理用品业 1.7% 医疗保健业 1.57% 半导体业 0.99% 这几个行业不够 60比40 虽然升得来 刚才我说了 前后六个板块 有些重复 也不是特别标青 对反弹 再升上去的力度 有点保留 审散好些 直至信号明显再转好为止 被动买卖 券商最活跃的头五位 J.P.Morgan Credit Suisse 美林UBS Morgan Stanley 主要托着的 5只不同股票 押价的 中国平安押得最厉害 中国平安 恐怕受内房股影响 内房股影响 所以沽货 圆圆不绝 中国平安 美林和Morgan Stanley 压住 不如先讲讲 美子期货 因为我经常不记得 美子期货 美子期货 现在是在做4475.25 4475.25 咦 又上升了 多漂亮 4475.25 刚才大家上升 最近一个小时 一直上升 我们看到五个指数 我们全部都比较偏高 特别科技股 偏高3.7% 真的漂亮 非常漂亮 红售股 是一般的 持平 科技股最突出的 其次是到国企股 看看 日本 上海 深称偏高偏低 股计结算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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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要看一看 先拍一张照片 刚才在这个 用手机拍的 11.010分的时候 恒生指数当时报24708 国企指数当时报8858 科技指数当时报6350 全部都一直上升 加上三个指数 也比较偏高 特别 科技指数 所以下周的市 理论上可以继续看好 除非即市图形势迅速转胆 大家就看一张15分钟图 有一个警号 如果小时图开始转胆 就要大胆 假设今日的高位 即今个周末之前的反弹高位 已经到了 就这样一看 刚才提到科技股很厉害 我们看看科技股的指数 科技股的指数 合理值是6177 但最低的6214 是不到的 那就好 今次我提过 恒生指数 最低位24425 没有到合理值 恒生指数 曾经比较低 不过 没有到第一个 即市重要支持位 24069 很漂亮 但科技指数更漂亮 连合理值都不到 最高是6421 6421是什么 到第二个 即市重要财力位 恒生指数 暂时24844 未到第二个 有待追落核 恒生指数 追科技股 就是网易 表现比较差 相对地 而跟到的表现最漂亮的 是快手 接着 百度 然后 第三位 第四位 差不多了 第三位是京东集团 第四位是美团 顺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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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真正最新的资料 不是昨天收市 因为我正在用HP2 订阅系统 里面的RTD 即是 Real Time Data 去即时显示给大家看 先提提 星期二 如果大家有来我的网上讲错的朋友 你应该把WhatsApp交给你 不要浪费这个机会了 就去两个星期免费使用HP2 包括RTD功能 试试 有兴趣 以一个从来未见过这么低的价钱 给你订阅 如果你说我没有来的网上讲错 你也可以WhatsApp给我 66219728 我都给你免费使用两个星期 亦有一个优惠 是第二级优惠 不是最优惠 是第二级优惠 都是优惠的 都是比以前的 好 接下来说500 恒生综合指数成份股 在头五个 资金准主动买入最多的是 腾讯的6亿多 第二第三位低2亿3千多万 分别比亚迪股分和金沙中国 头五位金沙中国现在在跌 但跌得来 它暂时还首的加权平均价 15.15 在上面 其他四个暴升 看看高不高的加权平均价 先 试试低位抽上 理论上应该高过高不过 真是差 全部高过的 没有问题 表现最好 若名生物上升了5% 接下来说 金沙中国曾经见过14.64 才抽出来的 现在是15.1 看这五个 主动买沽比率 很多都够60 比40 虽然不够6 是5比45 也表示低位 是不错的支持力 包括 比亚迪股分的 246 即是支持 刚才说过 金沙中国的14.64 以及 若名生物的116.9 量比 没什么特别要说 在低位反弹市况之中 有哪些股票 还被人压着呢? 中国银行 工商银行 江西桶 中国混桥 以及 中无能源 这五个全部都暴跌 大家看看 它暴跌得来 是不是 低个加权平均价 如果是低的 那些表现更加差 例如工商银行 例如工商银行 主动买沽比率 有没有够35比65的? 有的 这只最差 第五位的中煤能源 是28比72 那这只 18、98表现是特别差 那差不多简单说 这只股票 好了 那今天呢 重点分析的股票来了 雅生活服务3319 现在是28元 你见到 开市最低 是26.9 然后很快 冲上来 最高见过 28.8 然后回軟 现在是扎谷横行 在这些 28元 附近 暂时高的交权平均价 27.997 但它的历史波幅 都50来 恒生指数 2倍 一般 又不算很大 风险又不算很特别大 这些股票 而看它的资金证主动买入 暂时只有六万多元 不用看 六万多元 外五个交易 是4000 浪费一万 肯定不重要 非省户主动买股票 100比0 这么厉害? 不计省户 计中户加大户 100比0 看看多厉害 高于平均的 80比20 稍后和大家看 即使了28.1.5 即使支持下方很短 也不算很可靠 看标准持统对盘 刚才说了非省户 非省户 即是加上中户 我不看中户 我只看大户 究竟有多少? 是否这么厉害? 只有1宗 只有1宗 对不起 是1宗 所以是100比0 是28元 代表性 意义不大 再看特性非省户 即是加上中户 都是1宗 其实是只有1宗 即是100比0 所以经常看 不要只看数据 100比0 压倒性 大户买家 非常进取 压倒一切 控制了 一宗 只有1宗 1宗 还以为1宗 只有7万多股 成交221万 成交221万 已经给大家感觉 大家看数据 要理性点看 然后我们再看 谁托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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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托价的主要是3宗 大摩 中信里昂 UPS 托住27.9至28.1 平均来说是28元 最后图表 后表3319日线图 今早说过 跌穿这条线 再画一次 今次我画这条线 其实有两条线都可以画 这一条线 你穿了 叫做后秋 试一试 没过到的 如果还有两条线 这条线更高 所以为什么今次不画 我说这条线干什么 先看这条线 这条线上来 不过如果你收市 这个收市位 能够高过昨天的 阴烛新区的中间位 自己计算 不要浪费时间 在这里和你计算 因为很多人都懂得计算 我每次都计算 很浪费大家时间 你括弧这个高位 加低位 三括弧取义 就这么简单 数学 应该是小学数学 中间位 收市位 看看是否高得过 高得过 我们将一个 曙光初现 利好传向形态 为什么曙光初现 因为今天的开市位 这个 开市位 是 这个是昨天的收市位 是吧 自己看 指标 全面就是雷达 全面雷达 没错 另外一样东西要看 除了看收市位 高不高 不过昨天的阴烛 身躯中间位 之外 我亦都看收市位 低不低过昨天的 SAL極点低位 那天的低位 这个位 如果低过 又是麻烦 我们两个位 低过 七成的机会 继续下跌 低过26.7 两边都看 暂时 初步判断 上边的机会 可能两边都不到 短线 这些股票 可不可以买 不买 不买 让它站稳 如果真的 站稳了 出现的曙光初现 今天出现到下星期一 或者星期二 第二个交易 下星期二 第二个交易 下星期二 第二个交易 下星期二 第二个交易 第三个交易 都没有迹象低过26.7 收市的话 这些SAL極点低位 不会失手 那就可能 要计计直播 把止蚀位 放在26.7 就够直播 跌上去 跌上去跌多少 跌多少 线 你便可以看到 这个位置 如果 你问我跌多少 最终目标 是放在这边算 即是说 这高位 这个高位 浪费4.5 够不够直播 大家到时计 我最低的要求是2.5.1 我觉得 这都很合理的要求 这是短线 自己计算神奇数字 因为它横行一段时间 这样一跌下来也不用怎么计算 唯一的计法是想定 目标是摆在31.4.5 但未必到的 未必到有关键位要看 那又怎样呢? 就打到31.4.5 那由哪里跌到哪里? 就由昨天的低位 还是今日的低位 昨天的低位是26.9 昨天的低位是26.7 所以应该是昨天的低位 我们打到26.7 26.7就跌下去 反弹哪位? 0.618 黄金比率是29.63 再说一次 在波浪理论里 黄金比率 我昨天就叫你 沉连前日 不要记得了 我按一下 按一下 除了0.618之外 我说你用1除以0.618 等于多少? 答案就是1.618 这叫做recipical 我不知道中文叫什么 大家读中学数学 应该听过这个字 recipical 1除以0.618 就是等于1.618 所以这两个就是黄金比率 其他所有的 0.236 0.5382 我再说一次 并不是黄金比率 只不过是Fibonacci 意大利数学家 发明的 神奇数字 就是Magic Numbers 搞清楚 不要人家说黄金比率 人家都叫黄金比率 1.236 又黄金比率 不是这样的 更加不要一知半解 看到1.236 下一个是2.236 3.236 4.236 5.236 不是这样的 学习 认真些 不要一知半解 否则很容易 还有一知半解 也不要紧 因为自己输钱而已 我看到有些人 一知半解 还在周围教人 我不是说投资专家 走到他们的朋友面前 周围教人 投资专家就不会强调到这样的 我曾经在银行和正义行见过 周围见过 我有一次就记得 我进银行正义行 在大埔 我下午进去看 然后有个女人走过来教我 我在看旗币 下午那时候 我忘记升了一些 你看那个MACD 这些什么什么 我说全部说的 都错了 我笑得 多谢你教我 我走了 不知我心里 知不知是谁 接着 一知半解 还在教错人 我说不太好 有些人很喜欢认真 跟着 我们说了这个短线之后 看上中线 中线 情况都是差的 因为你看到 市这个低位 理论上 这个低位 中线的前跌 浪低位 是26.25 如果正式失手 后四真的很麻烦 一浪低 一浪 继续下去 真不知跌到多少 跌穿这个 看完这个 看完这个 应该是26.12 才三 这个再低一点 现在 比这个 刚才26.25 20.25 搜不到 26.25 一浪二先生 搜不到 下面 真的要到时 再计量度跌幅 不乐观的中线 看看指标 全部都是利达 当然不要碰 股票 再看完 生活服务的长期 先看指标 SAR 还未出极点低位 叫做利好 其他指标 都是利淡 是四淡一浪 即是向淡的形势 也是这样 看 26.12 先三 这个位置 一样 一样 如果说 再跌下去多少 有得计算 这个便容易计算 你自己计算 高位 跌下来 跌多少 蛋单上去 由这里再跌 最少都0.618 是吧 那就是这个目标 OK 如果再跌深一点 由这个低位 升上这个高位 自己计算 0.3826 到0.5 0.618 这个就是 利用波浪理论 中的神奇数字 当神奇数字 包括了两个黄金比率 再说一次 这样便可以计算 其实这个是很有用的 今天分析到此为止 一会儿 12点钟 大家记得 不是 现在十点零五分 现在立刻可以进去 我的YouTube频道投票 我给大家投票 五只股票是什么呢 第一只 上个星期 大家要求我放在内 就是中国飞鹤 六百一八 第二只 信义玻璃 八六八 第三只 比亚迪股粉 一二一一 第四只 港气集团 二二三八 第五只 中海油 八八三 大家去投票 支持 看看下个星期 我会说哪个股票 明天 又再提一次 明天我会重点分析 详细分析 恒生指数 现在最新的 长期 中期 短期 最新的首选数浪方式 明天见 立即赞好订阅 和follow我们etnet所有的平台 投资路上 etnet会和你一起并肩作战